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日月无情 转千事图枭雄 自古以来 上级王侯将下 下旨黎民百姓 追求长生不死 得到生仙者 多如过江之计 数不胜数 然长生之法尚未找到 人间却见有门派之分 正邪之笔 时至两千年前 神州号土之上 有一处东陵玉秀的新山 青云山 此处便有一闻名天下的修真门派 青云门 青云门历经千年沉浮 几入兴衰 直到第十一代传人中 出了一位绝世人物 青夜祖师 他参破古卷 重振青云 并争戚风 分传七人 令七脉共传相伙 时至今日 青云门已成为天下正邪两道之首 与天音寺焚香谷 并列为当时三大门派 故事要从青云山下的一个小村庄说起 这里就是草庙村 在这村中 正有一对情同手足的少年在嬉戏玩耍 当先的这位便是本书的主人公张小凡 张小凡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为人善良淳朴 个性倔强直说 而相比小凡 好友林京宇则是风神俊朗 一身傲气 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着冷静 然而 这两少年的纯真童年很快便被一场徒村惨案打破了 这天 两个少年玩耍追逐到村旁的破旧草庙 偶遇一名奇怪老僧 此人便是天音寺高僧普治大师 谁料 就在结识普治的这天深夜 林京宇却被一团诡异黑气掠走 突经草庙附近时 被普治大师救下 原来 这黑衣物中有一邪魔之人 他为夺取普治身上一件宝物 以少年作为人质 引普治献身 此刻 在草庙旁的小班眼前 一场激烈斗法 拉开了帷幕 只见那黑魔妖人先是用出了一记 须用卧人精血献祭的邪物 毒血发正当着藩中厉鬼之气 突向高僧之时 那林京宇的衣物之中 竟呼地爬出一只天下齐毒的七尾蜈蚣 将普治咬伤 尽管如此 身负重伤的普治大师 听见一身天音似的佛门修行 还能与其抵挡一番 可谁曾想 那黑衣妖人拔出背后一只长剑 冲天而起 口中念念有词 九天玄煞化为神雷 惶惶天眉 以剑引之 他竟使出了青云门的神剑御雷真诀 这一刻 普治大师抱定了同归于尽的信念 舍命相搏 才算抵住了鸡 将那黑衣人击溃 救下了昏迷的两少年 一场激战作罢 普治已是耗定功力 只得吞下了三日必死完 来维系三天余生 自知命不久矣的普治大师 伯父小凡 代为丢弃一颗深紫色的珠子 并将佛家法门大凡般若传于张小凡 希望他能替自己完成佛道双修 参透生死的夙愿 经此意外 两位少年回到家中 却惊恶地发现 整个草庙村已被血腥不露 仅于他二人和一名侨夫幸存 无处安身的三人 幸得青云门弟子发现 将其带上青云山 林京宇天资过人 根古其家 成了各风手作争抢的人才 而资质平庸的张小凡 却无人问津 最后龙手风手作 苍松道人 将林京宇收入麾下 而张小凡则被掌门 硬塞给了大竹风的手作 田不易 至此张黎二人 败入青云门 大竹风一脉的弟子 入门头三年都要上山砍竹 于是每天上午 张小凡便和师姐 带着灵犬大黄 一同到后山砍竹 这位师姐就是田灵儿 窦后年华 欲学可爱 性格亦是浪漫无邪 上午躺过竹子之后 下午小凡便休息 大师兄宋大人 传授于他的太极玄青道 然而很快 小凡发现 佛道双丘的法门相互冲突 因此自己的修炼进展极慢 如此时光悠悠 张小凡在大竹风度过了平淡的三年 直到经历了一场悠谈奇遇 一日小凡上山砍竹时 偶遇一只灰毛奇兽 三眼灵猴 田灵儿戴上小凡 欲发气 湖破猪灵 追击灰猴 一路追至了一处幽谷 只见那幽谷中间有一小小壁坛 中央的乱石堆中 斜插着一根黑色短袋 煞时间 小凡不觉胸口一热 那还被丢弃的身子侧猪子 秦王大圣 猪内青气四处乱撞 最终竟撞碎了猪身上的佛门封印 过进而出 小凡欲以大凡般若压制邪气 却不料被猪子缓视精确 他哪里知道 这普世高僧所留一物 正是明动天下的至凶之物 弑雪珠 几乎在清气过尽的毒石 潭中碎石崩飞 抹套番卷 那根玄黑短袍 带着煞气 向弑雪珠急射而来 煞时间 两大凶物在小凡的手掌间 缠斗不凶 张小凡因精血流失过多 失去了知觉 在他醒来后却发现 原本针锋相对的弑雪珠 与弦黑短袍 竟被他的心血融合到了一起 经此奇遇 张小凡和田灵儿 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守镜堂 并收养了那只三眼灵猴 此后半月 张小凡入门已整三年 他结束了砍竹生涯 开始第二门功课 煮饭 而那幽谷中捡来的玄黑短棒 则沦为了一根烧火棍 在张小凡沦为厨师的时光里 日月银色 剧情轮断 此间的小凡 喜忧参半 喜的是 与好友林金宇 久别同逢 忧的是 自己暗恋多年的师姐田灵儿 一招被龙首封的旗号 不惑了芳希 如此又是两年 除了张小凡和一猴一狗 终日与炊烟为伴之外 所有弟子都在为一场门派盛会 闭关修炼 这正是青云门一甲子一介的 七脉会晤 这一日 万众瞩目的七脉会晤 拉开帷幕 由于大竹风人丁单薄 不足参赛名额 做了两年火腹的张小凡 意外获得了参赛的机会 比武第一轮 因在抽签中首轮轮空 第一天 无需鄙视的张小凡 在观赏对觉之余 与一风回风弟子结识 此人就是曾叔叔 曾叔叔 其人机智风趣 学识广播 天赋过人 却无心修仙 不爱收集奇珍异寿 此刻正惦记着灵侯笑辉 来到最热闹的擂台下 小凡初次见到了 小珠峰的后起之秀 陆雪奇 只见那陆雪奇 肤色圣雪 轻艳不可方物 宽如九天仙子 落入凡尘 给人一种可远观 而不可泄完的圣洁之感 果然陆雪奇首轮 便轻松得胜 比武第二轮 终于轮到张小凡上场 他拿出了自己的烧火棍 作为法器 却被对手和观众放肆嘲笑 倔强的少年不堪居辱 咬破嘴唇的鲜血 滴落在烧火棍上 仿佛触发了某种开关 暴力杀戮之际 瞬间变及了小凡的全身 住其击败了对手 不明所以的观众 惊恶的目瞪口呆 比武第三轮 张小凡凭借烧火棍的神通 再次战胜了对手 只是自己也险些被烧成交代 这一次的胜利 足以令其名声大噪 因为三轮比试过后 被寄予厚望的宋大仁和田灵二 纷纷出局 大珠峰一脉 竟只剩小凡一人晋级 更令人意外的是 在接下来的对决当中 小凡竟因对手伤重弃拳 而直接闯进了四强 在这四强之中 七号潇洒自若 陆雪奇 冷落冰霜 曾珠珠寒笑而立 唯有着张小凡 紧张的手足无措 很是尴尬 比武半决赛 虽然赛场得意 但张小凡却始终因 连练二与七号相恋一事 欲幻幻幻 登台时的心不在焉 约来了对手陆雪奇的不满 比试当中 小凡的烧火棍跃跃欲试 而对方的天涯 更是蓝光大胜 那感觉就像是仇人见面 粪卖眼红 对抗金陆雪奇 率先发难 一声轻斥 天涯连着剑鞘 冲天而起 带着开山斩海的气势 向张小凡冲了过来 这时烧火棍子 伴着星光 立刻迎了上去 玄金色的光芒 在半空中 与那万丈蓝光撞到了一起 激斗中 烧火棍力气冲天 张小凡越战越勇 而陆雪奇 则渐渐力有不歹 千居一发之际 传说千年的神剑天涯 终于出窍 陆雪奇面如寒霜 手握剑爵 脚踏七星 脸形七路 长剑获然刺天 他竟使出了 神剑玉雷真诀 诶 这次的神剑玉雷真诀 可绝不是小强玛雅兹 知道了 没想到这段 七脉会舞的精良画面 会出自朱仙手游吧 如此遵于援珠的CT素材 简直为小强良神定做一般 容我在此安利一发咯 勉力施展盖世奇术 令陆雪奇力竭吐血 眼中流露出 一丝哀伤与惊惊 张小凡语之对望 不觉陆雪奇此刻的神情 与田灵儿为行神伤时 是那么相似 煞时间 小凡丧失了求胜的斗志 烧火棍的光芒 也随着暗淡下去 就这样 张小凡败给了陆雪奇 止步四强 而最终七脉为武 得以七号罗冠 宣告结束 一月之后 张小凡陆雪奇 七号登叔叔 这四强人选 动身离开青云门 去探寻魔教踪迹 经受空丧历练 在前往空丧山的途中 张小凡邂逅后了一位 轻力无双 明白活过的绿衣少女 只是眼下 小凡尚不知道 这正是将来 会与她羁绊一半 一生的魔教女子 碧瑶 就知道你要问这段 繁瑶初遇的素材出处的 没想到这段制作 尽量高度还原原著的 动画素材 又是原子猪献手游吧 剧情与原著 简直一毛一样的良心制作 找到这段素材的时候 简直如获至宝一般 强行再次安理 与绿衣少女作别 一行人来自空丧山 在战霸了一群血口蝙蝠之后 撑到黎明的四人 与同来调查的 天音寺与凡香谷弟子会合 八人终于进入了 万福谷窟之中 穿过倒旋着 无数蝙蝠的一段洞穴 一行人兵分两路 继续深入 却在途中 突遇魔教妖人的暗算 战斗间 张晓凡与其他三人走散 并遇偷袭重创 危难之际 他将烧火棍插入了妖人身体 将其精血吸干 才得意脱身 死里逃生的张晓凡 与清云门另外三人会合 打了妖人的同伙 落光而逃 随即清云四人一路追击 来到了一块巨石之浅 奇异发光的巨石之上 一股转龙飞凤舞 刻着三个大字 死灵渊 此刻这巨石前面 正站着三个魔道中人 似乎正邪不两立 一言不合 双方开战 敌人使出了魔界法宝 山河战 此善 乌尔化作大山 向清云门有押来 突然又变出洪流 衷向众人 对抗之间 张晓凡不慎被激流卷走 而陆雪奇 因感念于之前 晓凡的舍命相救 一追随而去 两人一同被冲落死灵渊 在这死灵渊下 二人发现 此处寄居着 无数几时活人惊人的阴灵 两人刚刚勉力 逃脱了阴灵的包围 又遇上了 猪头狗身的巨大妖兽 和吃人竖妖 以烧火混战霸竖的张晓凡 又协助陆雪奇 杀死了猪头妖兽 但是他自己已是元气大伤 而陆雪奇 更是历节昏迷 正当此时 故闻黑暗中 响起了轻柔的脚步声 之间来人一袭绿衣 细眉绣目 白玉般的肌肤 在黑暗中更显妖艳 竟有种动人心魄的诡异之美 但晓凡看清对方相貌 惊讶地发现 此人正是不久之前 遇到的绿衣少女 一番交谈之后 张晓凡得知 少女正是魔教 鬼王宗宗主之女 碧瑶 很快 鬼王宗的部下 追随碧瑶而来 并与小凡起了冲突 张晓凡指的扶着陆雪奇 一路退到了 深藏地底的九幽之海 无情海边 原以为要经历一场 生死对决的双方 都没有意识到 在这深邃的海底 正有着一只上古魔兽 蠢蠢欲动 张鹿二人 被逼退至无情海中 已经是走投无路 突然间巨浪滔天 一个参天还引护水而出 众人惊慌回望 只见得那巨影 竟是传说中的黑水玄蛇 众人与那粗壮的蛇蛆相比 竟似蝼蚁一般 黑水玄蛇 被这些闯入者惊动 悼怒发狂 只见蛇尾一扫 刹那间掀起了一排 数丈高的水墙 都天盖地而来 在这势不可挡的距离之下 众人被击散 陆雪奇消失在汹涌的黑暗之中 碧瑶等人也各自逃窜 而小凡最终 也连同绝壁上了一棵老树 跌落深渊 从昏迷中苏醒的张小凡 意外的发现 救下自己的竟然是魔女碧瑶 连见身处困境 二人只好结伴 找寻出路 过大物状之间 两人来到了一处洞顶 相有七块红石的地方 碧瑶大喜过望 因为这里正是正邪 两道苦苦寻找的 一雪洞 这一雪洞 曾为魔教藏宝之地 亦是嗜血猪原主 黑心老人葬身之所 在这洞中 小凡碧瑶各有斩获 张小凡首先在洞壁上 发现了魔教经典天书 只见那天书中 记载的诸般神通义法 既有道家思想 也涉及佛门大法 这令佛道双丘的张小凡 震惊不已 他甚至怀疑自己 这些年来 是不是一直在修炼魔道 而碧瑶则发现了 金灵夫人的至宝 何欢灵 随后 两人又发现了 两首诀别诗和一条 可将女子一身精血 化为利咒的痴情咒 那诗中一句 金灵清脆是血物 不但道出了 黑心精灵两位前辈 一种有缘无分的朦胧感情 更似冥冥中 预知小凡与碧瑶 两人之后的命运 带着斩获之物 张小凡和碧瑶 被困在洞中数日 两人彼此照顾 互诉忠诚 竟渐渐生出了患难之情 最终小凡与碧瑶 两人齐心协力 启动了天煞明王神像上的机关 这才得以重见天日 逃出生天的两个年轻人 放下了芥蒂 躺在青青草地上 安然睡去 在他们的梦里 张小凡不会想到 未来 从低血洞中脱困以后 碧瑶诚意邀请张小凡 加入给王宗 却被坚信正道的小凡 乱人拒绝 两人因此不欢而散 小凡独自上路 返回青云门 在故中遇到一名 气度不凡的中年文士 万人王 他告知小凡 其烧火棍 是由魔教圣宝 嗜血珠 与凶煞之物 射魂血炼而成 是为顶级邪道法器 张小凡经济于自己的法宝 竟是杀人无数的邪物 万人王则讽刺到 如果杀人多 便称为邪物 那天下制邪之物 当属青云门起宝 朱仙剑 古剑朱仙 鸣动天下 镇骨朔金 乃青云门镇山之宝 其外形古朴 但威力无穷 在千年前 一场正魔大战中 屠露生命无数 听罢万人王的言论 小凡心中 坚信正道的信仰 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还不等他反驳 那万人王 却已消失不见 心事重重的小凡 再度启程 前方 一场更加 颠覆认知的挑战 正在等待着他 那就是小吃镇除妖 经过三日行程 张小凡来到一处闹市 此地名为小吃镇 据说三个月前 镇上来了一只 屠害人数的三尾妖狐 搞得镇民们苦不堪言 听闻此事 一位自称是 金刚门弟子的巨汉石头 自高奋勇 要为民除害 被激起正义感的小凡 决定与其同趣降妖 在寻找妖狐的途中 碧瑶 谁知碧瑶却识过了 二人的变数 一路追讨过来 竟然意外地 与小凡重逢 听闻凡时二人要去除妖 担心小凡安危的碧瑶 索性也加入他们 一情三人 往树林深处探去 只见这林中 五目参天 阴气震震 深入密林的三人 呼吻一阵七万歌声传来 寻声望去 一名行神柔媚 目若秋水的白衣女子 缓不走来 她就是三枚妖狐 妖念现身 凡时二人立刻冲杀上去 打斗金 为了破论小凡的心神 三枚引诱她 看向一口千年无锦 这就是马月锦 相传 这马月锦 是一口能在月圆之夜 看见心爱事物 倒影的神奇之际 人在看向景中时 神志无不为之所夺 趁着小凡荒神之际 三枚骤然突袭 然而她的力爪 一碰到烧火棍 精血便似被漩涡吞噬一半 三枚受挫欲逃 却被小凡等人打出去 情急之下 三枚竟然寄出了 焚香火的正义奇珍 玄火剑 三枚凭借玄火剑的威势 勉强落身 三人寻技 追踪着三枚的藏身之处 黑石洞 深入洞中 三人一入 目睹了无数的奇珍异兽 刚与火龙恶斗一番 还被其喘息 小凡做个巨大的触手 卷助拨进深渊 活斗之时 小凡因参悟了魔教天书 而功力大增 并于此击退了触手 然而惊魂未定的她 却又不慎跌落火龙洞 在这洞中的岩浆湖畔 小凡见到了六尾魔狐 原来 这六尾魔狐 因三百年前盗走玄火剑 而受到重创 终日忍受着寒冰之苦 只能藏身于 这不满容颜的火龙洞中 苟且投生 去惊扰小石镇 也是三尾为秦历时的 无奈之举 正当小凡与六尾对峙之际 三尾赶回洞中 参与带着六尾离开这火龙洞 然而自知大限将至的六尾 六尾挣扎着 想要靠近三尾那上有余温的尸体 却以虚弱的无能为力 面对死刑此景 小凡忘却了所有正邪之病 他冲过去 小心翼翼地捧起三尾 将他送到了六尾魔狐的神殿 他不仅被两只狐狸 同生共死的深情打动 三尾死后 六尾将玄火剑赠于小凡 并请请小凡将他们同葬于岩浆 小凡只觉热力盈眶 重重地点了点头 再将一对妖狐恋人 抛入岩浆之后 除妖势必 张小凡听闻魔教聚集 东海刘伯山纯水欲动 正道门派正集结前往 因派别有意 石头小凡必摇三人 只能各自取道 前往目的地 准备参加刘伯山之议 一路带着对正邪之分的质疑 行进了十余日 张小凡终于抵达了刘伯山 而正邪两方已在此对阵多时 在一次战霸魔教之后 张小凡因田铃儿与齐浩的亲密互动 而心生嫉妒 在嗜血珠利器的刺激下 竟对齐浩产生了杀意 张小凡此举大逆不道 天不易 遂罚他常跪思过 正是在这常跪不及的风雨之夜 张小凡收获了此生最重要的 知己两红颜 夜色沉沉 风雨似女 张小凡跪了许久 恍不见他仿佛看到了陆雪奇 陆雪奇安慰小凡道 当初你救我护我 我便给予同样的回报 你的痛楚 我也愿意一道承担 听着陆雪奇的温情话语 张小凡心头恍惚 一如梦思幻 两久他清醒过来 身边之人却又变成了碧瑶 此时 碧瑶正撑着伞 为小凡遮风堂 孤苦时的温柔相伴 令小凡对碧瑶安生情愫 明知正邪不通道 小凡却控制不住 自己激动了心 半月的微蓝时光 匆匆而逝 魔教偶有滋扰 却绝不恋战 似乎是故意滞留此地 另有所图 这日张小凡和田灵儿 来到一处隐秘的山洞 搜寻魔教余孽 偶然偷听到 魔教正在寻找一更苦凶兽 并且小凡还发现 当初偶遇的文士万人王 竟然正是魔教鬼王 回到正派阵营之后 张小凡遭遇为徒弟寻仇的吸血老妖 竟而言不意夫妇 及时赶到相救 才免于葬身回掌 然而很快 闻声赶来的魔教众人 与正道大军发生了激烈嚼风 双方从漆黑的森林 一直战到了东海的上空 就在这里 正先两道 展开了一场魁牛 争夺战 黑尘的夜空中 双方卸逐激战 前方忽然传来一声长啸 顿时风家与世 孤天盖地而来 片刻之间 一道闪定撕裂 天空板着炸雷的巨响 直接一头去 大骑兽从大骑身处掠 诸击心壮如牛 五脚单足 正是魔教要寻找大魁牛 凶术现身之际 魏王寄出了弗龙领 开启棍龙雀法阵 将魁牛混住 混乱中 天灵二瞬机 放出鬼牛 却受到巨兽暴怒的攻击 张小凡被救之解 不得同时使出了 清云法术和大凡波热 至此 他魔道双修的秘密 也是隐瞒不住 更糟的是 魔教中人认出了事实中 使用小凡取勇 至凶邪恶 最终在魏王制服 鬼牛的同时 张小凡也立即昏迷 此刻等待他的 将是一场生死审判 回到清云门 失忆的小凡来到后山 意外与冒险前来 倾倒的竹子擦拭 安静 让碧瑶坐在上面 两人就这样相依着 不诉真情 碧瑶对小凡坦白 从小到大 他得到的其真意 无计其数 可是纵然天下珍宝 近在眼前 也比不上小凡 为他擦拭竹子的袖子 张小凡动容地 将碧瑶拥入怀中 两人终得以心意相通 分别前 张小凡向碧瑶许诺 若有缘再见 他必将满月景中 所见之警告之正方 碧瑶则带着 对重逢之约的期待 离开了大竹缝 沉浸在感动中的小凡 并不知道 此刻 心上人的父亲 正联合魔教三大门派 酝酿着一场 惊天阴谋 审判之期到来 张小凡已准备好 面对青云门 殿阴寺 焚香谷的三堂会审 审讯中 无论三派主事 如何逼问张小凡 他仍是执着的信守 于补治神僧的约定 不肯道出佛 道双修的真相 见张小凡 灵丸不灵 道玄真人 欲将小凡就地正法 却见一道黑影 震动飞起 竟是那只暗算过 普治的七位 蜈蜈蚣 道玄真人 被蜈蚣咬伤中毒 苍松道人 则趁机将一柄团剑 狠狠刺入了道玄复心 只取对方性命 原来这苍松道人 就是当初杀害 普治的黑衣妖人 他潜藏多年 所做的一切 都起因于青云门 不以抹如生的一个人 那就是万剑一 万剑一 听众奇才 睿智无双 曾是与道玄真人 并称为青云双交的传奇人 然而一百年前 万剑一却因背负 适施罪名而被判死 从此这个名字 就成为压在青云门上宫的 一个阴影 苍松道人 自来最崇敬万剑一 在得知万剑一 蒙冤王死之后 发誓要替他向青云门复仇 苍松报复的第一个对象 便是青云掌门 然而复仇大计 还远不止于此 他竟然勾结魔教 欲彻底毁灭青云门 此时魔教大军 就已逼近了玉清殿 魔教与苍松里应外合 即便青云门严阵以待 还是被打得可措手不及 万伴无奈之下 道玄决定殊死一搏 请出青云镇山之宝 古剑诸仙 道玄由张小凡和林京宇 一路故送至幻月洞府请见 不久洞外就来了 数名魔教高手围堵 为了掩护掌门 林京宇果断将妖人 引致反向的祖师祠堂 祠堂内空旷冷清 唯有一名默默扫地的素衣老者 此时的林京宇尚不知道 眼前的老者就是百年前 被道玄真人偷偷保下性命的万剑一 只见他拿起林京宇的上古神器 斩龙剑 不消片刻 便将那几个妖人 斩落为一堆堆模糊的血肉 正当林京宇震惊之时 万月洞府的风向 忽然一道豪光成天 古剑诸仙 忠德出世 告别万剑一 林京宇会和张小凡 再次回到狱青殿 此时整魔大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就连护山灵兽水淇林 也加入了战主激战 这种整座青云山脉 忽然微微颤抖之剑 道玄真人置身于光芒之中 持剑向天 片刻之后 从青云西风所在 飞来七道颜色 恶业的奇光 最终移聚到诸香湖剑之上 道玄弑开启的诸仙剑阵阵 瞬间剑落如雨 阴地速煞 此刻的通天风煞 如同人间炼狱 龟龙豪 血斗 国教大军 无法抵御着绝世剑阵 瞬间溃散而逃 但是道玄真人也已是精元大损 整个青云门 亦是伤亡惨重 但得喘息的正道人士 此时又审问起张小凡来 然而天音寺的弟子法相 却道出了一个害人真相 原来当年普治神僧受伤之后 被嗜血诸的邪气趁虚而入 他为了确保张小凡 能被青云门收留 正心生邪念 正是他犯下了独村的一天罪孽 得知真相的张小凡 感到平生坚守正道的信仰 一息之间彻底 和他滔天的恨意 激发了小凡体内的力气 痛怒之下 他欲起烧火棍 向法相攻去 正当二人对治之时 碧瑶却忽然出现 他一心之想 带小凡离开这虚伪的正道门派 看着跟随魔教妖女 逃逸的张小凡 道学决心 不能留下这绝世或嗨 所幸拼起最后灵力 与朱新竹剑 向着小凡砍去 生死忌讳 何昏灵清脆响起 那在岁月中 曾经熟悉而温柔的双手 将张小凡推到一边 碧瑶毅然决然地 那是滴血洞中 鼻子相邪放下戒力 那是流波烈雨 鼻子相伴情意暗生 那是大烛风上 鼻子相拥敞开心扉 此时沉睡千年的声音 悄然响起 为了心爱之人 轻声吟诵 九幽阴灵 诸天神魔 以我血蛆奉为牺牲 瞬间 无数血雾从必要体内喷出 在他身前 凝坐一道血墙 同时他白皙的面容之上 雕出了九道青烟 融入了血墙之中 只见那血墙光辉大战 逆天而上与诸心逐剑 轰然相撞 就这样 碧瑶以最惨烈的方式 花一身血肉 射三魂七魄为利咒 替张小凡挡下了诸心俱力 只为秦雇 随死不悔 正魔大战 惨烈收场 碧瑶舍命救下的张小凡 被带回了鬼王宗 当初何欢灵强行留下 碧瑶一丝残魂 得以保他肉身不灭 此时小凡正守着碧瑶的尸身 他多想亲口告诉他 当初在满月井中所见的 是爱之人就是必要 带着对虚伪正道的愤恨 张小凡化身鬼利 从此堕入血腥杀伐的 活到十年 十年间 沧海桑田 故事人非 青云门修养生息 弟子们各有收获 陆雪吉 潜心修习道法 大有所成 临京语 失成万剑衣 习得无上绝学 斩鬼神 七号成为了最年轻的一封手作 并取了田令二为妻 而堕入魔道的张小凡 如今已成为 是杀成性的鬼利 此时 他正奔向那险象还生的死亡沼泽 去实现 复活必遥的 一线 希望 第三集的故事 要从一场魔教洗牌说起 素有血公子之称的鬼利 在剿灭了炼雪堂后 魔教仅存鬼王宗格婚派 万毒门 和长生堂四大门派 期间 鬼利将唯一不肯精详的炼雪堂 弟子收入麾下 此人就是野狗盗人 尽管这一仁慈之举 招来了鬼王的暗讽 但鬼利却毫不在意 在他心中 正邪之分早已模糊 只有救活必遥 才是他生存的意义 不久 西方死亡沼泽 初千一栋 恐有一宝出世 鬼利便奉命前去寻宝 并且 暗中联合了万毒门 与何欢派 与顺道产出长生堂 为一统魔教 扑路 与此同时 正道三大门派 也派出了精英弟子 踏上了死则夺宝之路 鬼利带着小龟和野狗道人 来到了死则入口的大王村 在这里 他们巧遇了周氏祖孙 十年未见 周一仙攀财如故 而小桓已经长成了 婷婷玉丽的青春少女 此时 周一仙正在为一名 眉情目秀的苍白青年算命 这人就是魔教三公子之一的 独公子 万毒门秦无言 算命结束 鬼利和秦无言相见告辞 这时 小桓的一位好友 汪才现身 直见来人一席黄山 风情万种 他正是与鬼利秦无言 齐名的妙公子 何婚派 金平儿 数年前 小桓曾自损杨树 救过金平儿一命 从此 两人便情同姐妹 此盘相见 金平儿 索性邀请周氏祖孙 一起进入死则 看看热闹 中途 金平儿被秦无言和鬼利叫走 商议铲除长生堂之际 留下了周氏祖孙 和野狗道人原地等候 此时 大雨呼至 野狗道人 不禁被小桓 楚楚可怜的身影触动 他亲自为小桓撑伞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野狗道人的心底 便埋下了 对小桓爱慕的种子 风雨初夕 这怪物正是南疆一族 鱼人传说 鱼人乃上古鱼神 鱼人类女子所生后代 生性残忍 暴躁 杀人不宜全尸 一场虚惊之后 几人怀着对鱼人 读现死则的一过暂时分辟 此刻的沼泽深处 长生堂子去刀米 为正道人士 设下了一场行狼捕馋之举 却不知三公子 已然联手黄雀在后 夜里 趁正道弟子休息松懈之事 长生堂大举偷袭 却不料对方早有防备 反而打得长生堂 一个坐手不及 长生堂堂主玉阳子 率残步向内侧逃去 恰巧中了魔教三公子的埋伏 夜风轻浮 英雄陌路 玉阳子独臂难敌六手 终是死不灵目 至此长生堂命 魔教四大门派 只剩其三 大事已了 三公子联盟解散 鬼历带着小灰 向内侧深入 胡经一片瘴气之地时 忽然一道凌烈的 剑光截断了剧弱 两道利盲 瞬间逼在了周围的仗器 他们终于看清了彼此 十年之后 背道而驰的鬼历和陆雪奇 只能无言地面对这场 宿命重逢 陆雪奇如九天仙子 于烈烈长风中 深深凝视着鬼历 片刻之后 两人错身飞过 鬼历忽然转头 却再也看不见 被仗器昏没的雪奇 自古正邪对立 可这次交手 鬼历和陆雪奇 却莫名地放过彼此 纠结之中 鬼历仰天长笑 沉沦之空 无处寻泄 匆忙聚散之后 鬼历进入了内泽森林探索 他偶然发现 四名正道弟子 被秦无言驱使得 巨翼围攻 这四人皆是鬼历旧时 分别是好友林京语 曾叔叔 天音四伐 像个焚香谷里寻 双方将职之际 暗中折服的鬼历 突然偷袭秦无言 致起重伤 鬼历得手后 便迅速撤退 却被随后赶来的陆雪奇 紧追不舍 一阵追逐之后 鬼鹿两人屏风对立 十年前 死灵冤下 生死与共的画面 涌上了两人心头 他们终是无法 对彼此痛下杀手 陆雪奇转身 走进迷雾之中 离开前 他只说了一句 你回来吧 这一句话 深深地震动着鬼历的心 他何尝不想回去 可惜而今 天下只有 嗜血成性的鬼历 再无天真无邪的小凡 贫富心绪的鬼历 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棵通天巨树之上 指尖的树干上 藤蔓交缠 巨花成海 一座恶然耸裂的石门上 刻着四个古篆大字 天地宝库 而此时 在那花海之中 一个白衣沁影 缓缓转身 那绝世容颜 令鲜花骤然失色 他正是杰族仙灯的陆雪奇 此刻的两人都不会想到 很快 他们将再次经历 毕生难忘的 宝库患难 一宝就在这宝库之中 鬼历和陆雪奇都志在必得 突然间 从那树下 飞上了四个人影 分别是金平儿 法相 曾叔叔和林京宇 儿时的朋友 曾经的兄弟 十年之后 就站在自己的面前 鬼历内心激动 却不敢与着对视 他不禁猜测 好友会如何对待 已经入魔的自己 是正邪不良力 拔剑绝生死 还是无口无心 劝他回归正道 就在众人沉默之际 一条黑水玄蛇 赫然冲建在树干枝上 那硕大的蛇头 兴奋的吐着镜子 正对着天地 保护中的东西 处理嫌疑 第一 在阳光的照射下 宝库大门 渐渐开起到一半 却又忽然闭合 鬼历与陆雪奇 同时向着宝库冲去 顺着石门的缝隙 飞身而入 猴子小灰 也趁机钻进了门内 随即 那石门便轰然关闭 进入宝库的两人 发现了一只 盛满透明液铁的墓碑 液铁之上 扶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奇石 这正是传闻中的灵药 天地鸣石 突然间 天地鸣石金光大放 只见穹顶之上 灵魁献出了一片金色文字 这正是天书第三卷 寂寂学动 展会了天书首卷 鬼王传与第二卷之后 如今第三卷天书 也被鬼历找到 这似乎预示了 鬼历将身陷魔大 无法突身的宿命 就在鬼路 二人发现天书的同时 石门外 陷入蜂黄的黑水玄蛇 突然停止动作 只见一只橙黄色的巨鸟 遮天逼月地落了下来 那竟是黑水玄蛇的天敌 黄鸟 黑蛇黄鸟攻时发威 向这灵鸟急冲而来 正当黑蛇黄鸟 逗得难解难分之际 小灰趁乱 困掉了天地明石 两大凶兽见灵鸟被卡 黄怒着向小灰扑去 围挤关头 鬼王物之存何处 突然现实 与扶龙顶制服了黄鸟 鬼历顾念鸿门旧情 不愿再起冲突 于是正魔双方 便各自散去 回到几方阵营后 鬼历发现 门下多名弟子 惨遭愚人杀害 事发蹊跷 鬼历决定展开调查 一路追查到地处南疆 十万大山的一座古厦之中 在这里 鬼历无意间 发现了焚香谷愚人 暗中勾结 寻找天地明石的秘密 为了弄清真相 鬼历冒险 叹逆焚香谷 废了一番周车 鬼历进入焚香谷禁地 玄火坛之间 玄火坛第一层的地面上 叼着八幅 凶神石刻 此乃上古禁忌 八凶玄火之 顷刻间 凶神石刻 同时大爆弧光 一只浑身欲火的骑兽 从那火光之中 直扑而下 眼看着鬼历 就要被这火焰吞灭 尖头的小灰 却突然向着火焰兽 护去 但见那小灰 全身被金光笼罩 伴随他额头上的灵木 豁然睁开 小灰的躯体 也开始一变 那瘦小的毛头 瞬间化身为拥有 立爪獠牙的 凶猛巨猿 另于那火焰兽 撕打在一起 然而 小灰的拼死相顾 依然难敌对手 就在鬼历 几乎放弃求生的瞬间 他身上的悬火剑 缓缓亮起 只见那火焰兽 好似受到威慑 一般箭也消失 同时通往悬火 潭第二层的入口 也随之开启 鬼历以悬火剑 轻松打通第二层的机关 进入了寒冰覆盖的第三层 在这里 他遇到了被囚禁了 三百年的九尾天狐 九尾天狐 系数无妖一族 无族修行百年 方成三位名妖 千年闹行 生六位成魔 而达到九尾 则成为绝世妖物 被尊称为天狐 此刻九尾天狐 悲鸣不止 催动其巨大的金兵 狠狠地砸向了闯入者 鬼历纵身躲开 却因响起火龙洞下 一个殉情的狐妖 而不愿玩手 在九尾停止攻击后 质问起悬火剑的来路 鬼历将火龙洞中的精力 说对方 九尾则闪然欲气 在道出了一段 狐妖族的悲惨往事之后 鬼历同情于妖狐的遭遇 虽将九尾天狐 救出了焚香谷 离开了焚香谷 为报救命之恩 九尾天狐答应 带鬼历去找军南疆巫族 以求复活必要之法 南疆巫族 沿袭百年 而今已分为金木水火谷 五个部族 他们分分合合 彼此争斗 此时九尾天狐 已化身柔媚女子小癌 正与鬼历小灰 一同前往南疆金族聚集地 七里 前行途中的一个夜晚 鬼历在与陆雪奇 荒娘的街道上 月光将两人 拉出长长的影子 等待他二人的 将是一场 月下绝笔 陆雪奇坦言道 自从七脉会舞过后 我心里就记着你了 后来 我们一起在死灵渊下 与魔教中人厮杀 与阴灵妖媚缠斗 你不顾心力护我 救我 即便当时与你一起死了 我也心甘情愿 可当看到碧瑶 替你挡下诸仙剑士 我便明白 你再也无法回头了 我与你说这些话 是让你明白我的心意 然后在你的面前 斩断我这十年的 痴心妄想 说吧 陆雪奇拔出天涯 在两人的中间 划出了一条 深深的裂痕 这裂痕 仿佛一道天妾 无情的 将两人隔开 十年来 陆雪奇痴恋之余 便在后山无间 今晚 他要为鬼历 最后宰了一刺 这见 陆雪奇白衣圣雪 偏偏起舞 恍若心 鬼历颤抖着 想要向前走去 停在眉间 止住了他的脚步 陆雪奇微笑着 最后看了一眼 心爱的男人 就此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 带着与陆雪奇 决裂的伤感 鬼历等人 抵达了七里洞 金族祭坛 他们找到了 会使用收魂术的 金族大巫师 并经历了一场 始料未及的 南疆内乱 就在鬼历等待大巫师期间 牧族士兵 突然进犯金族 两方激烈就战 为了守家园 大巫师 以金族法 保护律黑战 抗击敌人 而牧族巫师 也施展一法 便出了巨大的火球 此从天而降 战场上瞬机 施衡变冰 箭刺惨撞 鬼历也加入了战军 这一刻 万物如蝼蚁 使魂疯狂地掠夺着 牧族士兵的生命 鬼历就像一个 嗜血了魔王 暴力而疯狂 突然 一声饱含 无尽陆意的呼喊 换为了鬼历的神智 误会鬼历滥杀 无故的陆雪奇 含泪举起的 手中的剑 断了吧 那如烟的往事 断了吧 这无果的猎原 在这地狱一般的战场 鬼历与陆雪奇 展开了一场 撕心裂肺的对决 在被陆雪奇 重创击晕之后 鬼历幸得小白相救 才得以逃过一击 而在她的帮助下 牧族大军 也已被击退 虽然金族大巫师 身受重伤 但她还是决议 随鬼历 反回鬼王宗 去救治必要 而她那 只被牧族巫师 抢走的神器 不欲黑炸 却在牧族巫师 逃跑的途中 被一位黑衣人所夺 如今 这位神秘的黑衣人 已激起了 南疆巫族神器 此刻 她正在酝酿着 一场旷世浩劫 那正是 兽神 重生 第四集的故事 要从一个巫族传说讲起 在巫族尚未分裂时 每一代都会选出 一位法力高深的 巫女统领全族 就在第十一代 巫女玲珑尾期间 十万大山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 号称兽神的怪物 随着而来的是 各种变异野兽 和满山毒诈 于是 玲珑进入十万大山 除魔降妖 此后 便化作石像 镇守在兽神的巢角外 从此 这里便得名 镇魔鼓洞 临终前 玲珑将兽神身体 炼化为五剑圣器 分给族中 五名勇士保管 并告知他们 五剑圣器 切不可回到鼓洞之中 否则兽神将会复生 就这样 玲珑永远留在了 十万大山之中 而巫族也渐渐分裂成 五个部族 讲法 巫族传说之后 金族大巫师 请求鬼吏替他 寻回君族圣器 作为回报 他将尽全力 施救碧瑶 鬼王宗的寒冰十世中 鬼吏和鬼王 丙息凝视着大巫师 他正在施展艺术 为碧瑶收魂 只见大巫师催动阵法 和魂灵上方 生出九道 青烟 与碧瑶那里残魂 融为一体 渐渐凝聚出人形 眼看大巫告成 可就在此时 大巫师却因伤众力竭而玩 一瞬间 碧瑶复活的美梦 化为泡影 复活碧瑶失败的打击 令鬼王三日白逃 而鬼吏则日日戒酒交仇 这天在酒馆里 鬼吏再次偶遇了 周氏祖孙 以及同行的野狗道人 小桓不忍看着鬼吏颓废下去 非要带上他 一起游历江湖 然而江湖风云变幻莫测 今日还是繁荣圣祭 明日就可能是 末世浩劫 此时 在南疆的镇魔鼓动中 那名神秘的黑衣巫妖 正将夺取的五族圣祭 放入一具白骨之中 随着与圣妾的融合 那具白骨 渐渐化成一名俊美少年 他便是传说中的兽神 原来 这兽神乃是巫女玲珑未修长生 据天地利器造就而成 后来 他与玲珑发生户伦之恋 最终被玲珑所灭 此时 重生的兽神 正驱使着无数兽妖 维护 南疆并一路向着中国 倾袭而来 为了拯救苍生 各正道门派 汇聚青云山共商大计 周一先提议 往青云山方向逃往 而鬼力却不屑于 依靠青云门的庇护 所幸与周氏祖孙分道扬镳 然而鬼力虽憎恨青云门 却始终惦念着陆雪奇 尤其是在得知 陆雪奇违抗失命 拒绝了李寻的求婚之后 于是鬼力还是决定 上小竹风夜叹雪奇 小竹风后山 竹影晃动 鬼力悄然登上望月台 他看到那清凉的月华 笼罩在白衣女子周身 陆雪奇好似有所感应 缓缓回头 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鬼力站在原地 腹中千言万语 最终却只会成一句 你还好吗 陆雪奇凝望着鬼力 露出一丝微笑 他感受到心爱之人的温暖 内心无比欢喜 此刻鬼力只觉心动激大 竟忍不住对陆雪奇脱口而出 你跟我走吧 陆雪奇身子一颤 他多想跟随眼前这个人 浪迹天涯 可他终究还是问出了一个 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被鬼力试着生命的必要 该怎么办 陆雪奇的质问 如一瓶凉水兜头浇下 那躺在寒冰室中的绿色身影 瞬间将鬼力的妄想击溃 鬼力沉默两久 嘴中冰冷而决绝地回答 下一次我们再见面时 你用剑吧 说完扁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消失在黑暗中的鬼力 没有察觉 身后的陆雪奇 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心怀愧疚的鬼力连夜 赶回鬼王宗 对着必要忏悔 与此同时 生无所恋的鬼王 则在酝酿着 称霸天下的惊天阴谋 鬼王宗的地下石窟中 一个诡异的血池 散发着暗芒 这正是鬼王修炼的 四灵雪阵 四灵雪阵 是一种以魁牛 黄鸟 竹龙 抛地 四大上古奇兽之灵力 研发浮龙顶 自身诡异法力 方能开启的绝世法 这除了以四灵雪阵之威力 对抗青云门的 诸间见证之外 另一边 此刻的河昏派和万毒门 也在鬼王设计的陷阱中 全军覆没 在这场内讧之后 鬼王则成功统一了魔教 随后 鬼王总决定 前往蛮荒之地 一夺必受邀浩劫 但碧瑶的肉身 却不易随行 于是 鬼力自愿留下 照顾碧瑶 夺守碧瑶三日之后 鬼力下山散心 路上偶遇了周一仙等人 并从戒口中 得知了一件 青云密文 传说 青云后山 有一天生异处 即是幻月洞府 凡心智不坚者 进入其中 便会深陷幻境 不能自拔 一身修行 毁于一旦 青云至宝 诸仙剑 便于此洞出世 听罢死言 鬼力案子拿定主意 自从必要遭难 他便对诸仙剑 恨之入骨 此番 他非要进入幻月洞府 毁了青云门的根本 经过一夜行程 鬼力抵达通天风后山 此时 他正站在祖师祠堂 和万月洞府交叉的路口 忽然祖师祠堂方向 走来一位老者 将他叫住 来人正是万剑一 眨眼睛 万剑一苍老的身子 已经挡在了鬼力的前方 被防鬼力踏足禁地 万剑一忽然爬地而起 同时脚下的土地 瞬间军裂 试魂赫然从地下 击射而出 万剑一凌空躲开了射魂 并将逆临边缘的一棵粗树 连根拔起 他五栋巨树 卷起了狂风 推射万物 万剑一将全身的道行 困住在树干之中 朝着鬼力轰然砸下 鬼力在这排山倒海的 重压之下 忽然奔出了一口心血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黑影 乌从万剑一身后 迅其掠过 随即万剑一 在摇摇欲坠 与此同时 鬼力那失去压制的针法 立烟而上 结结实实地 打带了万剑一的胸口 下一刻 鬼力不由自主地 接住了万剑一的身子 他看到老人背后 印着一个黑色掌印 竟是被人偷袭所致 而那偷袭之人 正是尾随鬼力而来的 鬼王宗大将 鬼先生 在偷袭得手的鬼先生 离开之后 鬼力轻轻放下万剑一 沿着曲折的幽静 他终于踏入了 幻月洞府 幻月洞内 雾气缭绕 欢呼中的鬼力 仿佛看到了熟悉的村庄 在这里 有刚出生的自己 和爹娘的笑脸 有少年时 自己和林京宇 追打路过的破旧草面 突然间 村庄 父母玩伴 全部消失 只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僧 微笑着找鬼力 伸出了手掌 鬼力只觉得 既亲切 却又带着无边的恨意 轰然雷鸣 转瞬间 鬼力置身于大竹风 他看见了慈祥的师父 师娘 和笑颜如花的师姐田灵儿 突然间 迷茫的云气涌来 一个莫过的身影 在云雾中 半转缭乱 仿佛是绿山款布 又是白衣舞剑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眸 生命中熟悉思念的人物 在脑海中依依略 这一刻 十多年来 筑起的心房 跪不成军 鬼力瞬间泪流马蜜 伴随着一道奇光闪烁 鬼力痛苦的对天长下 他手中的视魂 冲天而起 向着重重的幻象刺去 只见一面破碎的古镜 从崖壁上洒落下来 洞中幻象尽数消失 洞口雾气也随之散开 鬼力似有所感 回身一望 只见双目通红的林鲸宇 正站在不远处 片刻之前 林鲸宇发现了万剑义的尸体 黄怒之下 他循迹赶到了幻月洞府 在林鲸宇的质问下 鬼力竟喊然 万剑义是自己所杀 林鲸宇惨然而笑 只见战龙剑 愤然出窍 随着一道碧芒撕裂地面 一条身痕横横跟在两人中间 往日兄弟情义 今朝一刀两断 看着这道似曾相识的劲狠 鬼力浑身颤抖 心中珍惜之人 终究都要离他而去 鬼力还记得 林鲸宇曾劝他迷途之返 如今却也要杀他除害 鬼力直觉讽刺 不禁放声大笑 无银倾天之下 千年鼓动之前 两个儿时的好友 凌然相对 生死相搏 突然间 幻月洞府 一道紫气冲天 仰望着天地奇观 两人停止了打倒 他们预感 妖兽已经攻上了青云山 此刻前山正上演着一场人魔大战 通天风的云海广场之上 早已是一片腥风血 无数受邀形成的巨大洪流席卷 而上所向披抿 数百名正道人士 祭出法跑 形成一面光布 阻挡着兽妖的进攻 无数只撞击着光布的兽妖 片刻之间被绞成的碎肉 曾经先进般的云海广场 血无成河 杀之不尽的兽妖 前赴后继 在震耳欲龙的吼叫声中 一个少年从黑云中现实 一头上骨恶兽抛蝶 在紧随其后 少年面无表情地望着这血腥人 见正道中人无不变色 兽神真身终于现世 兽神操纵着恐怖的恶灵 挟着一股巨大的黑色风筝 向正道阵队席卷而来 三大门派掌门长老轮番出手 正伤不得兽神分毫之间 兽神驱使着恶灵 发出黄露之声 向着道玄直扑而来 就在此时 寒冰潭水 驻炉村 镇山神兽水淇林 咆哮而出 大口一张 净吐出一把 似时飞时的长剑 道玄真人 凌空飞起 接住长剑 落于水淇林头顶 诸心古剑 十年之后 在现人间 下课 满电剑影 向着兽神射来 只见兽神一抬手 黑气瞬间凝结成盾牌 随着道玄真人 争扎催动 一波又一波的气剑 组成了巨大剑阵 轰然立在那门门 黑气之中 在诸心剑阵的汉人攻击下 黑气进入 巨大恶灵 被无数气剑刺穿 千冲百孔的身躯 净如沙石一般 垮塌 随风散去 失去恶灵庇护的兽神 此刻才展现出 真正的力量 只见他的皮肤 一处处崩裂开来 从中生出 无数巨大强壮的手臂 在这些新生的肢体之上 又生出更多更大的肢体来 片刻过后 兽神 已然变成一颗 千手百头的怪物 面对几乎 无法战胜的对手 道玄真人 被迫使出禁忌之术 以鲜血开启天机翼 神剑诸仙随即幻化成一柄 绽放着炙烈白光的巨剑 兽神与巨剑正面交锋 黑白两色 红然相撞 最终黑气 巨蟒光都散去 只见那柄古剑 插在了兽神凶盲 横滚而出 而无尽不吹的古剑之上 也赫然出现了 一条裂痕 此刻道玄真人 但觉胸中杀戮力气翻涌 正想将兽神斩草除根 却突然被诸仙剑上 传来的一股巨力 朕的蹊跷流血 顿时从云端栽落 而狗剑诸仙 依然不知所通 巨变乍起 兽神趁机逃脱 无数的正道人士 心中料电 在不久的将来 兽神还将怀着满腔仇恨 卷土重来 第五节的故事 要从鬼力怒毁诸仙讲起 青云后山 鬼力与林静雨的兄弟之争 尚未平息 却为一柄破空飞制的利刃打断 只见一柄长剑深深插入地面 带着细微裂痕的剑身上 刻着两个字 朱仙 那柄日日夜夜 出现在鬼力噩梦中的古剑 此刻就在眼前 他突然想起 那半空中坠落的绿色身影 胸膛中便迸发出狂怒 煞时间 浑身浴血的鬼力冲了过去 紧紧握住朱仙剑 只见血液滴在剑身之上 竟悄无声息地 融入了那条裂缝之中 原来 这朱仙竟与弑血猪一样 能稀释活物的精血 鬼力恶然大笑 随即用弑魂狠狠地 向着朱仙古剑砸去 然而重击之下 朱仙剑却毫发无损 反而弘光大胜 鬼力被朱仙剑 稀释着血气与真元 不亏血火剑固体 他在冰箭 博道和三家针法 勉力抗衡 此时赶来的青云门众人 趁鬼力虚弱之时 发起进攻 将其打落至一片林中 待众人反身方才发现 古剑朱仙竟骤然折断 人群中的陆雪奇望着断剑 爱与恨同时缠绕在心间 他所爱之人 竟亲手毁掉了青云门的根本 就如同亲手斩断了 两人无以为续的情缘 另一面 重伤昏迷的鬼力 被天音寺高僧救走 醒来后 他才见到了救命恩人 天音寺的方丈 古红上人 古红上人救下了鬼力 实乃为了完成补治医院 补治死前嘱托 一定要将自己的罪孽之躯 交由鬼力亲手处置 终于他解开心结 向着普治法师 叩头三想 随即但见那遗体 如沙石般风化 碎成鸡粉 随着于不治恩怨的了结 鬼力的伤势也渐去痊愈 这时古红提出要帮助鬼力 克制体内的力气 方法便是让鬼力 在佛气祥瑞之处静坐 此地即为后山的 无字玉璧 鬼力坐在玉璧下 静心调息 却不料他身上的魔性 竟招致了天前 沙石金风起云涌 电上雷鸣 一道猎天之雷 朝着鬼力迅米 披下眼看鬼力 就要遭受五雷轰顶 原本金光大圣的 无字玉璧 竟闪耀起道道鸿芒 只见在玉璧之上 显示出一排排古捉字体 竟是魔教经典 天书第四卷 鬼力顷刻间 将天书真法融会贯通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 一道光柱直冲而上 与那阴行之雷 轰然对撞 随后天雷 竟与鬼力擦身而过 竟直逼在了 无字玉璧之上 劫后余生的鬼力 焕然一新 他的气度中 多了一分从容 少了一分力气 带着对普洪上人的感激之情 鬼力离开了天音寺 还未及走远 鬼力便接到了 鬼王宗除兽神 捉掏贴的秘密 于是他决定 直奔南疆十万大山 追踪兽神 正当鬼力在十万大山中 艰难跋涉之时 许多正道人士 也赶来南疆 与消灭兽神 但鬼力已然抢心 找到了阵魔鼓洞 进入洞中后 每隔一段距离 都会有强横的妖马手 鬼力一路过关斩架 势如过竹 终于来到了兽神面前 见到兽神真容的鬼力 惊讶于对方 竟是曾经偶遇的少年 正是他是自己 正视内心的情感 昔日把酒轻弹的两人 今日却要兵戎相见 命运大 真与无常 兽神冷笑着问鬼力道 你想要我的命 鬼力摇头 换作十年前 他定是要光复正义 为民除害 可如今下来 天下苍生 与他何干 他半生坎坷 却脱不由己 与平凡路日 却卷入了佛道之症 与前夕修行 却陷入了妖魔邪道 愿真心待人 却重挫了情 跟待他明晰心意之时 却早已是 万劫不复 如今他不过是 奉命行事而已 然而兽神 哪肯轻易投降 一场生死恶战 在所难免 随着兽神念动的咒语 一团火焰弹空而起 挡在了鬼力前方 熊熊烈焰中 显现出了 八幅凶神图案 这正是曾在 玄火坛中出现过的 八雄玄火阵 在那火焰的深处 一只赤焰魔兽 嘶吼战朝鬼力不来 激烈焦战中 鬼力趁机 将士文深深地 刺进了魔兽口中 士文毫不留情地 稀释着对手精华 转眼间 魔兽围然倒下 周围的烈火 也消失不尽 鼓动之中 重归寂静 忽然间 从黑暗中 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映入眼帘的 正是寻进而来的 陆雪奇 曾经无数次 陆雪奇发誓 有斩断于鬼力的情思 可每次遇到对方 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 死灵冤下 保护门前 那个一次次 拼死相互的身影 既然鬼力屡屡 为他舍命负血 那么此番 他也愿意为 心爱的男子 不顾一切 陆雪奇走到鬼力身边 两人并肩而立 携手 战妖除魔 一场决战 正式打响之间 原本已经沉静的 八胸玄火阵 瞬间重燃光芒 暴涨的火焰之中 一条巨大的火龙 从火阵中 游翼而出 这便是八胸玄火阵的 终极召唤灵物 八胸火龙 兽神将自身 融入这只千年凶兽之中 携着毁天灭地之威 席卷而来 鬼力连忙 寄起士魂 使出佛道魔 三家针法抗衡 然而八胸火龙的威力 怎有想去 王笑之下 一道岩浆巨柱 重庭而起 向着鬼力冲去 危急之时 只见天涯神剑 从陆雪奇手中 反然跃冲 追手世魂 并与之同时飞驰 那仿佛融为一体的 两道光辉 似流星一般 毅然砸架 与熔岩火柱 轰盖相撞 一可之后 熔岩稳稳落下 火龙怀着满腔的仇恨 喷出了最后一道 伪灭之火 在这焚天的灭果之中 化身火龙的兽神 忠告消亡 而精疲力竭的 鬼力与陆雪奇 则忘情相拥 此刻 他们不顾生死 不畏 将来 从镇魔骨洞 脱身之后 鬼力与陆雪奇 在断崖边 经历了一夜温情 正欲向雪奇 告别的鬼力 却在对方深情的凝视下 开不了口 看到鬼力 眼中的挣扎 陆雪奇微笑着轻声道 别管明天了好吗 至少天亮前 两个人再也 无需顾及正邪之别 门牌之分 那只温柔轻浮 鬼力伤口的手掌 令他再无法说出 鬼力的温情相伴 让两人冰封的情感 渐显消融 第二天 鬼力依依不舍地 作别陆雪奇 并捕获抛天 回到了鬼王宗 而陆雪奇一回到青云门 便得知了一个惊人消息 道玄真人 被诸仙剑戾气反噬 走魂入魔 性情变得暴力邪似 眼下 他已经带着诸仙断戒 神秘失踪 而田不易追击 道玄而去 亦是杳无音信 此番陆雪奇的任务 便是将这二人巡回 必要时 甚至可以斩杀 入魔的道玄 山上 青云门的引火 暗流汹涌 而山下 百姓受此前浩劫 所累 亦是余波未平 受邀浩劫之后 周氏祖孙和野狗道人 随着返乡的人潮难归 头中 周氏祖孙被两只 侥幸存活的受邀掠走 野狗道人为救小桓 明知躺避挡车 也拼死与受邀一谋 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之后 野狗道人与受邀 旁归于尽 鬼道艺术修行尚且 法力不足以起死 鬼生 关键时刻 偶然经过的鬼先生 出丑相助 才救活了野狗道人 作为鬼道一脉的桥楚 鬼先生十分欣赏 小桓的天分 所以收他为徒 拜谢过鬼先生 小桓便与爷爷和野狗道人 继续上路 夜里三人来到一座 废弃益庄祭宿 不想却在此处 遇到了失踪多日的道玄 真人 已经走火入魔道玄 不便轻轰躁 白便对三人发起攻击 生死关头 一个矮胖身影 呼得从半路杀中 手中的心尽 以雷霆之势 射向道玄 来人正是一路追击道玄的 田不义 田不义使出权力 道玄斗法 然而终究力不能提 战罢了田不义 道玄将在场的四人 分别锁起了四口棍材 便暂时离开 谁料不多是 周一仙等人 便因一场无惊此地的争斗 侥幸逃脱棍木 当小桓想要救出田不义时 却发现 只有他的棍材 被道玄设下了 禁制无法开启 恰巧此时 陆雪奇寻至此地 才得以将受伤的田不义救出 送走了周一仙等人之后 陆雪奇和田不义 留在了一桩 静候着道玄归来 不久之后 这里即将上演一场 清理门户的 终极对决 第六集的故事 要从一场试图重逢讲起 鬼力将饕铁交于鬼王之后 继续下山 寻找复活必遥的方法 逐经草妙村时 鬼力发现 一群黑影正在 邪术输具阴魂 故将亡魂其中他人亵渎 他立即与那黑影缠斗起来 一路追击黑影的鬼力 来自了郊外的废弃义庄 恰好在此 遇到了田不义和陆雪奇 十年后 师徒重逢 一面是将自己抚养长大 传功授业的恩师 一面是曾经不成器的爱徒 师徒间一句轻声的问候 瞬间击垮了鬼力的心墙 然而一阵怪笑 哭得打破了重逢的温情 只见那团黑影显出原形 竟是被邪气入体的道玄真人 为田必要报仇 鬼力率先向道玄发难 随即田路两人也加入了战局 斗法的威力瞬间将一桩化为乌有 打到间 鬼力猛然发现 朱仙剑不知何时 已经插在了田不义的背上 在道玄的操纵下 古剑朱仙贯穿了田不义的身体 那矮胖的身躯终于支撑不住 从半空跌落下去 当不顾一切的鬼力接住师父时 那跌入怀中的 却依然是冰冷的尸体 就在悲痛欲绝之际 田不义的尸体 却在道玄的控制下 重新活动了起来 他向鬼力发起偷袭 并欲知取爱徒的性命 危急时刻 陆雪奇愤然挡在了鬼力身前 同时神进天涯 也棍穿了田不义的心脏 这一次 田不义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看到田不义命丧皇权 道玄心满一族的趁稳消失 而永别恩施的鬼力 则昏死过去 最终陆雪奇只好戴上鬼力 和田不义的尸身 回归尸门 田不义的尸首 被送回大株峰后不久 背着丽雪两人 痴情的尸娘 便选择了自己殉情 面对师父尸娘的双双离世 鬼力痛彻心扉 只觉倦怠 望着鬼力木然离去的背影 陆雪奇的眼角 见有泪水滑落 下山后 鬼力在遇周氏祖孙异行人 并从周一千口中得知 田阴寺有一件转阴阳 定闻过的法宝 叫做乾坤轮回盘 别名心寒 或许此宝有助于就职必要 尽管小团抑郁挽留 但是鬼力还是决意 赶赴天音寺 并成功夺得了一宝 星盘被带回鬼王宗后 四灵雪阵便与之呼应 产生了异动 变故中 鬼先生发现 星盘正是破解 扶龙顶封印的关键 于是鬼先生 以就职必要为借口 与鬼力共同探索星盘的奥秘 正知两人研究法宝之际 贪满的小灰 无意中钻进了一条密道 竟不小心 五床雪阵 沿着密道 小灰一路溜进了地下时空 并引发了四灵雪阵的骚动 傻石间 沸腾的血气凝聚成一个巨型怪物 朝着小灰猛攻 前军一发尽 被激动声引来的鬼力 替小灰打下一击 就在鬼力与怪物缠斗之时 鬼先生竟偶然破解了乾坤锁 伴随了一阵剧烈战产 四灵雪阵终于炼成 下一刻 一个红颜恶魔从雪阵中挣扎而出 瞬间杀死了鬼先生 可怜解放恶魔之人 竟成了恶魔的第一个忌品 在地动山摇的混乱中 鬼王宗弟子四下逃窜 鬼力唯恐 碧瑶肉身遭遇不测 匆忙赶回寒冰时事 但却发现 那原本躺着碧瑶的石台上 早已空无一物 断臂残垣间 只剩一脚绿伤 鬼力顿时觉得 那仅存的最后一根精神之柱 红然万力 死一般的冰冷将它吞没 鬼力呼唤着碧瑶的名字 重重地倒在地上 在鬼王宗分崩离析之前 久尾天不小白及时赶来 将昏迷的鬼力带到了草妙村 醒来后的鬼力变得死气沉沉 小白担心她丧失求生的欲望 无奈之下 只好夜叹小竹风 醒来陆雪奇 为鬼力抚慰情伤 陆雪奇听闻鬼力的遭遇 再也压抑不住满腹的相思 抛下所有的门规戒律 她向着鬼力飞奔而来 草妙村的废墟之上 陆雪奇踏着月光 走到鬼力身边 她将爱人紧紧地拥在怀中 哽咽着道 小凡 我来了 本以为无疾而终的情缘 再次燃起了点滴希望 陆雪奇愿尽其一生 守望星火 终成辽远 日月轮转 昼夜交替 雪奇就这样 静静地陪伴着鬼力 她温柔而坚定的声音 一遍遍响起 小凡 别怕 一切都会好的 如此相伴 不知多少时日 鬼力终于从梦眼中醒来 然而就在此时 陆雪奇却收到了 青云遭难的信号 鬼王利用四灵雪震的妖力 荼毒正道人士和无辜百姓 被雪震力气侵蚀的鬼王 变得残暴 致杀 他将途经之处的所有人 化为丧尸般的傀儡 为他所用 此刻鬼王正驱使着十万之众 攻打青云门 或许天意如此 陆雪奇和鬼力 总是没有长相厮守的缘分 可是雪奇却从不后悔 趁着鬼力熟睡 雪奇在他唇上 落下了深情一吻 随后便飘然离去 陆雪奇走后 鬼力从沉睡中醒来 在这段日子里 他明白了雪奇 被爱牺牲的苦心 顿悟了世间生死的真谛 心中再无缘分的鬼力 飞身奔向一切因缘的起点 青云山 从此魔教鬼力彻底泯灭 取而代之的是 小凡归来 来到青云山的小凡 似被召唤一把 静止进入了幻月洞 在这里 他将遇到了前回青云门的 道玄之人 心魔难除的道玄 挥动着诸仙断戒 卡向小凡 生死关头 一个悠然的声音响起 师兄住手吧 只见一个白色幻影 出现在两人面前 那正是年轻时的万剑一 曾经的青云双交 在错乱迷失的记忆中 再度相逢 在万剑一的点画下 道玄终于大彻大悟 随着古剑诸仙军然落地 道玄的生命也消散而去 万剑一将诸仙剑 传于小凡 并告知他 诸仙便是传说中的 天书第五卷 只有一颗百炼成钢之心 才能顺应 诸仙剑的召唤 这一刻 张小凡永丹拯救苍生之责 仗剑除魔 正值诸仙剑传承之际 通天风却已沦为人间炼运 无数被鬼王操控心智的妖人百姓 甚至正道人士 正侵蚀瓦解着青云门 一众弟子拼死守护 终是抵不过那修罗之力 被逼至绝境的血骑 正欲举剑自问 却见天边一道豪光炸起 那光芒深处渐渐显露而出的 正是手持诸仙的张小凡 看清来者的鬼王 变得更加愤怒疯狂 他将血气凝成巨毛 刺向了诸仙光辉 两股神力的对撞 瞬间卷起了一阵气流漩涡 随着诸仙剑以毁天灭地的气势披下 巨毛硬身而断 但诸仙之力却并未停歇 直朝着鬼王侧去 生死相夥间 鬼王激发了最后的神威 一个巨大的血影恶魔 从血阵中脱身而出 就在血影吞没小凡的同时 倒飞而回的朱金剑 也插进了魔鬼的胸膛 片刻之后光辉散尽 鬼王与血影烟消一散 而张小凡也不知所踪 沿见小凡消失的陆雪奇 本一同欲绝 口吐鲜血 而他的悲伤很快 就被胜利的昏污所淹没 白云苍狗 时光悠悠 历经波折的尘世 终于在多年后重归平静 荒野古道之上 周氏祖孙和野狗道人 依旧江湖快意 浪迹天涯 青云门祖师祠堂之内 临京与一席白衣 扫落尘埃 一席是万剑衣 旧是母样 而在那小竹峰上 形影相调的陆雪奇 却被一股不如其来的思绪 引到了草庙村旁 行至村口 陆雪奇停下脚步 只见废墟中 就新立了一座木屋 这时一名男子 追着一猴一狗跑出门外 在看到陆雪奇的那一刻 他猛然震驻 两个人就这样 笑而不语 彼此凝望 多少岁月情仇 他们携手走步 曾经为了复活 碧瑶的一系希望 张小凡拼命压抑自己 也煎熬着陆雪奇 如今两人才明白 所有的苦难 都是对彼此情义的试炼 所有的坚持 都只为此刻的一眼万年 微风徐来 呼吟下 一串细着绿色衣角的铃铛 发出清脆的响声 仿佛是碧瑶 带着笑意的祝福